为什么自己的网贷债权被转让了好几手了 现在突然心的债销公司把自己起诉 跟他去谈判 想要折扣处理掉 为什么平台不会轻易妥协和让步 谈判的难度这么大呢 底层逻辑很简单 就是这种转让的这种寻思越高 就是他已经被转让了好几手了 那指明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包 它在回收上的可能性 就是已经很小了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成 刚开始可能打包这个一手的时候 它里边可能有20%的可回收率 然后慢慢的再转到二手 再转到三手的时候 可能只有10%的可回收率了 那这里边有很大一批部分人是 有意愿还还 也有能力还还 那这一部分人一定是通过批量起诉 第一次诉他 给他送钱保全 他就有可能还上的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借钱也会还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 他有意愿还 但是根本没有能力还 还有一部分人呢 他就是我车里摆烂 爱撒你撒地 也没有意愿还 也没有能力还 这里边有大部分人 肯定是属于没有能力还的 那既然如此 咱们试着站在换位思考的一个酒队去 换在对方的这样一个酒队去 可能有问题 你可能就有很多事情 你就能想到迎人而解了 因为他做的是个生意 一百万的包 比如说吧 他以0.5这个折扣买到的 也就是说 花了五万块钱买这个一百万的包 那么 他可能可回收率已经很低了 他已经转了后就熟了 这个时候 他既然选择走批量起诉 他肯定是要 有部分这种诉讼的成本的 但他中间他要跟律所去 分这个利润 还有跟法院去分这个利润 所以说呀 在你一下子给你速简保全 比如说冻结你的微信的这波功能了 然后呢 你主动来跟平台去协商的话 他首先认定你是有意愿还款的 这个时候 他会轻易的给你妥协和让步吗 因为他知道他整个这个资产包 他可回收率是很低的 他不可能放过一个有异项还款 甚至说想有办法 跳一跳就可以想办法 去把这个债券解决掉 他不可能轻易的给你打折 那被速简保全 也有可能他一个月以后就给你解封了 但是也有可能呢 他这个速简保全的不管用 他又能够批量起诉 直接给你下判决 判决了以后呢 对 接下来也有可能 我只是说一切就有可能 就是说要看这些方的一个态度 有可能会给你 要求这个强制执行金给你下支付令 下支付令就是冻结你的银行卡 或者微信了 这个情况下的话 就是只能是 你跟他只有积极协商还款了以后 他才能给解封 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你在他这个诉讼的一个阶段 你想去跟他谈的话 你的谈判难度是比较大的 我们要试着去站在 对方的一个九度去考虑问题 如果我们是 资产包的一个运营者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也想尽快地 把这个成本给回收上来 甭说利润了 对不对 那你这么大的一个包 完了以后 可能是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甚至上亿的一个资产包 他可能花的资金成本很少 但是呢 他肯回收率是很低的 他这样一个生意的一个九度 他肯定不会在前期 跟他协商和谈判的过程 当时轻易的让步 要不然他后期 他催不上来 他怎么办 在法岁这个阶段 你想跟他协商和谈判难度比较大 那最好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就法院已经判了 半年以后 你还是没有能力去处理 或者你直接没有跟他 去做个任何联系 他这个时候 掉头主动来找你的话 这个时候就陷入了 他是谈判被动的一个地步 这个时候才有可能 你去前面提到 你说千万比如十万 我现在想想方法 最多只能给你凑五万 你能不能行 你要能同意的话 我给你就花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人士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